昨天热道翻而根据气象局测 花莲近日最高温在光复乡的37.6度 而气象局也针对17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资讯 来到花莲旅游的游客 大多数也选择能够亲近水岸的景区进行旅游 而花莲立川渔场更是小朋友们 夏天消暑的最佳选择地点 全台连续高温气象站也测得 花莲最高温是在光复乡的37.6度 因此来到花莲的游客 多半都选择在中午时间 来到容易亲近水域的景点进行游玩 那你们怎么会特别安排他们来这里 因为就是只有夏天才可以这样子 就是天气好 业者也表示在疫情过后 虽然目前尚未达到疫情前的游客量 不过在连日的高温下 许多游客都来到立川渔场 亲近水域摸险降温 那我们目前体验呢 它其实有什么点要请游客特别注意的 就是我们无座小朋友呢 它是免费的哦 但是需要大人陪同 那我们一个人收费是200块 水沾在大人的小腿度 然后我们如果穿不习惯别人穿过的拖鞋 要支配拖鞋也可以 我们现场也都有被拖鞋 然后要特别注意 如果带小朋友来玩水的话 记得一定要多拍一套衣服 因为小朋友遇到水都会失控 气象局提醒大家出门时注意补充水分 避免长时间在高温和烈日下工作 防止中暑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不到